字幕提供 柳家仍然似乎感觉上很有力 就算看CFTC经常公布长短仓 现在几一面有一个擠用交易 全世界都倾向长仓来煮 然后淡仓之前夹到粘质 很快推出去斩 但是天然气有人开始讨论是否正式摸了 尤其是星期五、星期一时段 其实都开始跌得比较急 它上个星期都挨过接近6元 然后很快那一刹那 即是美国星期四左右 一闪上去之后很大盘又扔回来 现在就5.23元左右 其实是似的 不过天然气可能多一个星期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 那些盘还未够 即是淡仓也未够 它可能会涌高一点 让它再开 帮你进去 是的 因为似是它6元那是比较尖的 那支上映很长 是 因为就算我看供求因素 譬如天然气库存是增加的 但是又不是增加得很厉害 有些因素大家觉得 都好像未曾有什么危机的信息 接着你欧洲那边又经常都说 两三个星期之后就很冷 真是取暖季旺季来的 那边很缺 那欧洲呢 其实俄罗斯呢 真是比欧洲 那个什么北溪二号 是的 北溪二号 你承认了 那我就放多些气 是的 那你放多些气 那就有机会够供应 我觉得呢 俄罗斯就不会 不会这么快捏死他们的 那一来它就要 制一制这个乌克兰 我有北溪二号 乌克兰那里公器少些 全部经北溪二号行 等你乌克兰 就是整天都 都跟它作对 那你又赚它钱 你又跟它作对 那人是很有趣的 那你如果多了一条管道呢 可能乌克兰就没有那么夸张 就放松一点 那你两边出到气 那你欧洲的公器 不是大问题 那你小心天然气市场 就是要看确实 这个欧洲和俄罗斯 那个关系怎么转变 是的 你看着 我今早看过一下 五个二不穿 就没什么坏 五个二穿了 就要小心了 那天然气 那现在天然的价格 如果我们只看美国这个 大概都十三年以上的高位 是的 十几年前 其实是十几元的 是的 现在五六元 大家觉得很高 就是 天然气 你们很久没见过 十几二十元 我们就见过 是的 但是自从 就是美国出现了一个大洗牌之后 天然气价格下回来 好 所以能源价格很多时候都是被人为操控